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变额满 还吸引了外线式的学生参加 今年以海运小达人为主题 三天的活动分别在扬米海洋文化艺术馆 海洋大学以及海科馆登场 孩子们体验各式的海洋职业 打破学习框架成为海运小达人 进入操船模拟室 眼见外头震狂风暴雨 这个船舱距离晃动 想要当船长切勿惊慌失措 要把船安全的驶向目的地 我们会在上面先规号 我们要走的航线 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转换 你要先知道 所以你要先规划你的航线 孩子们听着老师讲解 了解船只运行的过程 模拟自己当船长 将船安全驶出港口 迈向大洋洲 好 大家再忍一下 现在大概有到九级风了 连扮12年的海洋营队 今年以海运小达人为主轴 第一天先到扬米海洋文化艺术馆 了解海运人员的职业种类 与工作项目 第二天的课程活动地点 在海洋大学体验操船模拟机 及航海节的起源 第三天的课程活动 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参观海洋直探基地 与海巡舰艇 并安排搭乘方舟一号出海体验 及参观海科智能馆 我们希望经由这三天的课程 让同学们知道 有许多的海洋职业 跟他们的未来的前景 还有希望藉由知海 然后进而爱海而亲海 达到我们海洋教育最主要的目标 这次的那个营队 我认识到很多关于海洋的职业 然后呢 今天的超船模拟机 让我知道要当船长不简单 还有参访海大水生动物中心 认识个高经济价值的鱼种 担价高的 那像现在这一缸叫做调石雕 那后面有一缸是斑石雕 那这是我们比较偏人水性的 聚焦在海洋职癌 并针对其中海运产业中的 各项职业属性进行深度的探讨 读大学的话 我就会试那个超船模拟机 这个活动里面刚好有 借这个机会来体验 我们现在这条船要进港了 为打开认识海洋运输职业的大门 开启孩子们对海洋的关爱与保护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迈入第四年的 机优杯海上吸尘器竞赛 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登场 吸引了超过200多位师生 热情参与 考验学生的科技思考力 创造力 问题解决能力 及合作力的 机优杯海上吸尘器竞赛 吸引了超过200位师生 热情参与 颁奖典礼上热闹非凡 高中 国中及国小组最大奖 分别由西美式安康高中 机优式信义国中 以及机优式杠西国小爆回 筹备了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途中失败了两次 然后就今天很高兴 可以在这里获得冠军 参赛选手除了需要 自行组装动力零件 及操控船体之外 同时需要发挥创意思考 如何才能打捞最多的漂浮废弃物 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努力 结果不是重点 重点是过程 各项不同的任务 都在考验学生们随机应变的能力 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孩子 透过活动的设计规划之后 能够学习更多 最重要的是爱这片的土地 然后对于地球的永续 我们尽更多的能量 透过竞赛 孩子们运用科技素养 修复海洋环境 共同创造海洋永续发展的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难得一见的黄带鱼 有潜水客在深澳海域 遇到俗称地震鱼的黄带鱼 身长大约两米多 有专家指出 可能是在台湾拍到最大的 活体黄带鱼 海底世界五彩缤纷 潜水玩家又有在 新北深澳海域 不管是在珊瑚礁 鱼群 透过水底摄影 全都应收眼底 日前有潜水客 在海底下 竟然遇到体型庞大的鱼种 黄带鱼 拍摄靠近之后 发现说它好大一只 那是地震鱼 因为之前有看过类似的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 这一下活生生地震 而且其实它就在离岸边不远 大概一公尺多而已 目测我觉得它体型庞 有两公尺以上 两公尺以上 那我们大概跟它 我们应该在旁边停留了 十分钟有吧 山马鱼一般我们要看到活体 很不容易 然后那一天前有拍到的 而且还是要按浅出去就看到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那目前你在网路上看到它的资料 大概韩国拍过一次 日本拍过一次 可是韩国跟日本那个都比较小 台湾这只应该是最大的 而且昨天这只非常的特别 然后它身上还有两个洞 所以我们一般猜测 有可能是那种 我们所谓的达摩沙 在它身上可能咬了一个洞 所以刚好会有两个圆洞 很特别 潜水客拍到的地震鱼 身长大约两米多 本名叫做黄带鱼 又被称为龙公使者 白龙王 由于数量稀少 长相奇特 属于深海的鱼类 最深可以生活在 1200米的海底 身上没有鳞片 眼睛上方头部陡直 身体呈现银白色 最大体长可达7到8公尺 像我们海科馆的标报馆里面 我们也有收藏 可是活体真的非常难 当然有些教练 他们在晚上黑水的时候 会看到这种出击鱼的小鱼 可是那只有小鱼 那大鱼应该是我们台湾 第一次能记录到这么大 而且是活的 所以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记录 专家表示 地震鱼通常是在 割浅死亡才会被发现 很少有在 悠游在海底的影像 而日本韩国都有拍过 活体的地震鱼 但台湾这只可能是最大只的 说呼吁民众不要干扰海洋生物 也再次见到台湾海底的生态丰富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30多岁的宋先生 右手麻痛逐渐延伸到左右 手连脚都变得迟钝了 不灵活导致走路摇摇晃晃 步伐不稳 卫福部基隆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内科 和外科医师就联手问诊 进行手术治疗 让宋先生重获新生 步立基隆医院院长林三奇 副院长陈维达 以及神经内科医师 黄旭东和神经医学中心主任 也是神经外科医师 唐济高 分别送上蛋糕和鲜花 为原本颈椎狭窄问题手术成功的 宋先生庆生 但是三十多岁正直壮年从事电子业的宋先生 原本治疗前的走路方式已经是拖着脚在走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右脚已经 剖得很离谱 就是我觉得我右半边都有点倾度瘫痪 就是握筷子都有点快抓不太出 然后脚那个时候剖脚就有点多用脱的 宋先生在布立基隆医院记者会上现身说法 原本一开始因为右手麻痛不以为意 但是感觉却逐渐延伸到左右手脚 变得迟钝不灵活 导致走路摇晃步伐不稳 一度担心觉得我是中风 然后就跟黄医师讲说我是中风 然后他说不是就先做一些检查 就是他有帮我咽血咽尿 跟照那个持针照影这样 照完之后就他是强烈建议 我要赶快转外科去动手术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说这个蛮严重 已经急水已经急不 急到已经是水腫这样子 因为一直拖下去直到警觉担心 自己是否是中风瘫痪的征兆时 才在妈妈鼓励和陪同下赶紧到基隆医院 神经内科找黄虚东医生问诊检查 所以其实在第一时间点我做出来 我就知道这个病人基本上不用做X光了 一定是要做MRI 一定有扣 一定有脊髓的压迫 不管是肿瘤或是其他的结构性异常等等 所以先一起帮他做下去 所以才在第二次回诊的时候 就是很顺利去找到原因 是在颈椎第四到第六节的 椎间盘突出 然后压迫到他的颈椎 那其实已经看到有些压到一点 有白质病变的状况 所以有点水肿的状况 经过核磁共振 MRI以及电脑断层CT检查 证实病患宋先生是颈椎狭窄的问题 并且建议开刀由神经外科主任 唐济高实施手术治疗成功 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行走 第十天顺利康复出院 手术后的恢复的话 以我的门诊机会来说 大概两周麻痛先慢慢改善 走路的部分其实也慢慢改善中 一个月大概麻痛改善八成 可以上楼梯 但是下楼梯还是肌力还是不太够 不太稳 到两个月麻痛感比较稳定 刚刚有提到说碰到东西 这个刺激的感觉比较能够忍受 术后这三个月 这个体重总共大概减精了三十公斤 那伴随着这个体重的减轻 对于负担的降低 他这个活动也会比较 这个比较舒服 副院长陈维达提醒民众 如果有手脚麻痛 甚至是没有泌尿系统问题 却贫尿或是上大耗后 擦拭肛门周围没有感觉时 都有可能是颈椎或是脊椎的问题 需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 因为小便贫尿这件事情 发生在年轻男生是很奇怪的 除非你是泌尿到感染或结石 会有可能有贫尿 但是他通常会有着热感感染的症状 他都没有对不对 你都没有 他纯粹就是贫尿 所以这个解小便的这个症状 也是一个线索 刚才神经内科的徐东医师也有提到 部立基隆医院院长林三奇表示 神经内外科充分合作为宋先生颈椎狭窄问题 成功手术治疗 显现基隆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团队 能够及时为基隆乡亲的健康把关解决问题 那我们也在研议我们未来 也就是说我们让民众可以很顺利的就得到服务 在当天配合他们的诊 神经内科当天就有神经外科 因为民众常常不知道说 我到底要找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 那都没有关系都可以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安排 我们可以为我们基隆的市民做更好的服务 而神经内外科两位医生也表示 正值青壮年的宋先生会有颈椎狭窄的问题 推估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姿势不良 再加上体重过重导致 因此治疗期间宋先生在妈妈鼓励下 也凭着自己的毅力成功减重30公斤左右 连带让原本过重也有代谢症候群问题的 宋先生各项指数也恢复正常标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带你来看 基隆中正公园校中传出了 有一名男子大修师突然心肌梗塞 虽然当时有医生在一场 但是球场边没有AED的设备 最终是抢救无效 到院前死亡 立委参选人林佩霞就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希望在各区运动场争取设置AED 避免汗事发生 中正公园篮球场民众会按打球享受运动乐趣 不过一旁篮球场上周却传出一名是七岁男子打球时突然心肌梗塞 倒地不起 现场虽然有医师在场却没有急救设备 男子到院前就已经死亡 球场周边是否要装设AED的设备 球友们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多活动人口很多 也有老的也有年轻人 所以说如果突破状况的话 那种东西应该是急救必备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用 当你看到都会用的话 搞不好我们这样直接送到属立院更快 这样急救反而比较快 由于篮球场距离医院只要三分钟的车程 有人认为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患者送到医院 在球场加装AED设备 一来使用率低 二来担心遭到破坏 而市议员林佩祥也说 数年前在同一个球场也发生过同样的憾事 我记得没有错 八年前曾经在公园杯的时候 我们也一个老大哥 也是五十多岁 也就这样子 活生生的在我面前倒在地上就走了 所以佩祥今天特地办这个会刊 希望能在公园 我们中央公园篮球场这边增设AED 让可以急救的人第一时间 获得正确的医疗方式被急救 因为这两次的事故的时候 旁边其实都有合格的医护人员 但是没有器具可以第一时间做 做这个心脏震动急救 所以导致说他们两个只能等救护车上来 后来都来不及 希望说针对本市七个行政区的这个运动场所 或是民众运动散布的热点呢 能够来增置这个AED的设备 因为其实内政部有颁布这个公告 在这个公共场所 多大的机器官里面一定要有设置 但是我们这些民众可能爱好运动的地方 或是这些运动的场域里面 是没有设置这个AED的 那万一如果有危机状况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第一时间的 这个黄金救援时间的救助 那我们今天办的会刊 是希望说我们把七个行政区的这些热点 或是说这些运动场所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那未来我们跟这个建议给市政府 希望说他未来去来做这个 后续的这个设置的动作 那可以让我们民众可以多一分的 保障的安全 赞成 毅言是非常赞成说 在我们这个篮球场里面 最好是有这种设备 但是问题就出在 我们有没有良好的维护管理 如果在晚上被偷窃 被拿来滥用 或是哪一个单位在保管使用 使用的人会使用吗 所以我们就要整体的考量 运动场所缺乏急救设备 已经丢了两条宝贵性命 球场AED设备到底要怎么设置 议员们倾向在热区设置 避免汗事再度发生 记者 黄少鸣 金融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金融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 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热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请请下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4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 业医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有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策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 送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北市文山区三面环山 拥有丰富的山林生态 与平原田野风光 还有全台文明的茶叶竹笋等农特产品 7月15号起将连续办四场台北猫空茶会 邀请国内外游客来一趟文山小旅行 细细品尝台北陈南的另一种魅力 跟着笋笋的脚步走进竹林小径 我们的目标是夏天的保湿绿竹笋 看到头了 在挖掘中笋间慢慢露出 怎么快速找出有竹笋的地方 有竹笋达人称号的老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良全笑说 跟办案一样要先发现蛛丝马迹 看笋虫上面的裂缝 它裂缝底下如果有竹笋的话 它裂缝会成网状 蜘蛛网状 不是单一 它是会不规则的好几个条纹的 底下一定会有竹笋 到了差不多了 发现竹笋位置后 如何切才能完整取出竹笋也有诀窍 像这样子最肥大的地方是在这边 我们再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下刀 直直切下去 随着清脆的声音 在笋笋指导下 台北市官传播局长陈淑慧 亲手采摘竹笋 直说笋笋真的很辛苦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采竹笋要一大早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它就要采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辛苦 又要力气 这也是台北市老泉里 离台北市区只有20分钟的车程 是台北重要的竹笋产地 产季从4月到10月长达6个月 曾连续6年拿下绿竹笋评鉴冠军 老泉里长周梁富透露 送出冠军笋的秘诀 老泉里的农民都还是延续着我们最古老的方法 用有机无毒 我们的有机肥是用我们的那个黄豆 一包900块的黄豆下去做有机肥 所以它的竹笋会甜嫩 跟外面市场的不一样 还有特别它的笋子的香味 白天休息夜里摸黑柴笋 除了新鲜外 笋农更坚持的是对消费者的信用 我们都是现花现卖 对 现材现卖 对 直接到市场 人家都已经订走了 不然就是之前两三天 人家都已经先预定了 所以一定要现花 这是信用的问题 刚出土的竹笋现场剥壳直接品尝 又脆又甜真的好吃 又脆又甜 真的好吃 只有在这里 绿竹笋还可以入菜 除了自家招牌的酱笋 老泉里长周梁富特别请主厨 用绿竹笋 麻竹笋 甜龙笋 极绿可笋 这四种竹笋做出竹笋大餐 证明不管是哪种竹笋 都可以变身成美味佳肴 弯弯的那种要吃原味 就是要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凉笋 就不用其他的调味料 那如果直直的那种 就是没那么漂亮的竹笋 就可以做成 你就用其他的味道 去压它的苦味 对 这样就很好吃了 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麻竹笋应该可以什么料理 甜龙笋 是煮汤也好 炒也好 还是我们的乌克力 也可以卤 也可以炒 也可以煮汤 可以多元化 镜头转到猫空 青年茶师张桓硕 正在示范如何泡出一壶好茶 包括放入湖内的茶叶分量 及水温掌控都是关键 生茶像包种茶 我们这边比较出名的 那包种茶的话 我们建议会放茶壶的 五到六分买 对 因为它是条状茶 它不会膨胀的太明显 像清发酵的茶 我们建议大概 八十五到九十度左右 对 那熟茶的话 像铁关键我们建议用 滚杯水 大概一百度左右 滚杯水 我们第一泡的是 张桓硕泡的是 文山区最有名的包种茶 冒空地区因为地形气候适宜 一百多年前就从大陆引进茶树种植 除了清新有花香的文山包种茶外 充满猴韵的铁关音茶也很受欢迎 铁关音的话也是我们 猫空地区比较有名的茶 那它是跟一般其他茶种差别 它在有团楼这个部分 对 那它有带手果香 还有它特殊的观音韵 它比较着重在猴韵的部分 不只有好茶 猫空还拥有环境优美的步道 视野辽阔的山林美景 加上指南宫等百年庙宇 观光资源丰富多元 地方因此特别培训出一批导览人员 希望让游客人更深入认识 猫空之美 到一个地方旅游呢 一个解说是一个灵魂人物 可以把这个地方解说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这里呢 我们在地培训很多 我们在地的导览人员 那我们都经过老师的受训 我们也都有解说的证兆 所以有大概有十几位 二十位的解说人员 都可以把我们这个地方 讲得非常的好 也可以带领大家 来享受我们这里 美好的空气跟美景 不管是在老泉里探寻绿竹笋产地 品尝竹笋大餐 还是到猫空茶坊 泡茶吃茶点赏美景 老邵嫌宁动静皆好玩的旅游新亮点 很获国旅业者肯定 我们大家台北市以前都认为说 只有阳明山是后花园 那其实在猫空这个地方 在近几年来 我们台北观传局这边 在推动三猫整个活动的内容里面 其实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三猫这边有相当多的物产 人文以及非常多的自然景观 那台北大宗族也是我们目前台北市 在这边非常棒的一个登山景点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旅行业者 或是我们所有的旅人 可以再多看一下我们台北 这一块非常棒的一个地点 加上全台路线最长的猫空缆车 及平常不对外开放的猫缆储车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长陈淑慧期盼 与在地里长农民和业者共同努力 邀请游客透过多种沉浸式产业活动 体验山猫旅游魅力 有很棒的农产品 那加上它这里其实 不管是台北大宗族的第七段 另外还有很多的步道可以让你登高望远 从这里很容易就看到101台北市区 另外还有很棒的 我们讲跟文化有关的指南宫 中顺庙还有幽人神谷 那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旅行者的天堂 那小朋友又可以到动物园 所以木榨这里就是一个人文会萃 而且又是好吃 大家就看到了绿竹城 那好玩的地方 所以欢迎大家抽空 尤其夏天夏日炎炎 有点走到山上温度降个几度 让大家神清气皮 是非常棒的体验 观传局方面表示 今年7月到8月登场的台北猫空茶会 有别于以往活动 将由在地茶人带领民众 学习专业泡茶技巧 还有以茶入味的私房手做甜点 邀请国人趁着暑假 安排一趟深入大山猫地区的秘境探访之旅 感受前所未见的台北城南风情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在大稻城导演的豆花店 举办112年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即暑期儿童影像记录学习营 16位学童从学习填调、脚本、拍摄、录音、剪辑 完整的体验拍片流程 历经5天充实又丰富的营对生活 它是一种服务性的放置移动 无形的方式移动 它的人一直都在这个镜头里面 在导演的豆花店里 参与营对的学童 专注的聆听和明睿导演 介绍摄影基本概念 一步步学习如何操作相机 使用脚架、运镜 以及如何架灯、架摄影器材 帮受访者别麦克风 还有影像构图教学 访问技巧示范等 让小学员们完整的经历一场 专业的纪录片访谈流程 并透过影像拍摄、剪辑方法 与技巧 学习如何利用影像来说故事 活动中有学员 因为想把拉大提琴的画面拍好 而报名参加营队 导演便借机把灯具、摄影器材 镜头搬出来 示范打光及摄影技巧使用 直接让演奏现场变成摄影棚 活动还邀请叶伦慧老师 与诗剑仁老师 带领学童走读大稻辰 来场深度的文化之旅 除了认识大稻辰之外 对孩子来说也是田野调查的练习 而旨意大师洪欣傅老师 也来到豆花店 将日常唾手可得的纸张 幻画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和玩具 导演的豆花店 何明睿导演 为实践与齐柏林导演 生前许下你在天上飞 我在地上跑的约定 便透过豆花的饮食体验教学 再由影像记录学习音 培育影像记录人才 以动态的方式 诉说每一个在地故事 活动同时宣传 市府智力人才 及新著名二代裴力展能 大同区公所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 展现市府及区公所 对于青少年学童的 关注与承诺 营造充满机会 和活力的城市环境 让青少年学童 都能培养自己的梦想和兴趣 建构人生目标 努力实现自我 谢谢大同区公所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isfr